一开始认识她的时候吧 挺好的 特别关心我 渐渐的我发现她和游戏 越走越近了 搞得我心里特别难受 每天上班下班的时候 都在玩游戏 我自己坐在一旁 什么话都没法说 我觉得和她在一起没意思了 还不如自己一个人好了 我觉得她这个人挺好的 但是她总是因为一些小事 和我吵架 有时候我因为 这位工作的原因心情不好 但是她不理解我 我就会偶尔玩玩游戏 消遣一下 我们相处一年多了 说分手我觉得太严重了 我不想分手 现在很多男孩都喜欢玩游戏 打游戏 电脑游戏 手机游戏 因为游戏 让女朋友提出分手的 自己对号入座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来 先认识一下两位嘉宾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张 25岁来自山东 是一名销售 有请 女嘉宾小钟 22岁 同样来自山东 是一名学生 欢迎两位 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认识吧 其实还蛮有缘分的 我有一次跟我一个高中同学聊天嘛 聊天天南海北的聊嘛 聊到谈爱这个问题上 我的同学就问我 最近有没有谈对象 我说怎么了 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然后就把他的照片给我发过来了 是我高中同学的战友 当时看着吧 还行吧 我想就出出试试呗 然后就要了他QQ号 加上他QQ之后 我也没当回事 然后就有事没事的聊一句 然后后来吧 他就追我 然后就那么好了 因为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嘛 他整个人也特别好 就是说因为他比我大几岁嘛 然后有些事都考虑得比我周到 有时候跟他聊天嘛 无意中说起的话 他也会记在心里 我说我喜欢蛋挞 然后他见到我的时候 就给我把蛋挞带来了 当时我很开心 我觉得他特别体贴 特别靠谱 我就觉得可以走在一起的那种 以前嘛 我们就是整天聊天 然后也不会腻 后来有半年的时间吧 我就跟他聊天 他就说我有事先忙了 你自己先玩 然后我电话打过去 要不就是不接 或者吧 接了电话 就说有事快说 没事我就挂了 刚开始肯定聊的比较多嘛 然后各个方面需要多了解一下 然后聊的都比较新鲜 然后关键是前段时间吧 跟朋友然后玩游戏 组建了一个战队 然后用手机呢 开语音 开黑 一起玩游戏 然后玩着玩着吧 他就经常打电话 一天打好几个 反正也没什么大事 我想你不能耽误玩游戏啊 打完再回呗 然后给挂了 但是我打完电话就 立马给他把电话 那你还是把游戏 先玩玩游戏 才给我回的电话 你就不能暂停一下 然后先接我电话吗 你整天 你一天打四五个电话 也没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啊 最后还没什么事啊 你再给他